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裕之路 我是富裕老師 接著連假回來了第一個交易日 好 大家想想看 在上禮拜三的時候 也就是連假放假前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當天台灣是發生7.2級大地震 對 當然也是有受災的一些 對 我們的通報 然後我一直說 但是我說那個受災的程度是有限的 其實當天我也在節目有講 我說雖然發生地震 對不對 我說不用怕 但是 但是連假回來之後 我認為行情還是會繼續的往上 我說4月份的大行情 對 我覺得我依舊看法不變 雖然很多人當天 可能真的被地震嚇到 可能趕著去賣股票 但是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來 今天最高點 20487 對 你沒有看錯 20487 又是歷史新高 是不是 各位你看一放假回來 一下子又創新高 各位 什麼叫多頭行情 多頭行情就是你常常看到創新高 對嘛 所以你根本不必意外 這明明就是一個多頭 雖然多頭行情當然會有些曲折 就像碰到大地震 對 然後連假的時候很多人跟你講說 親民變盤 那我想在這邊問各位 那你覺得親民變盤是往下變還是往上變 對 很明顯對不對 各位創新高 歷史新高 20487 對 既然創下了歷史新高 再創歷史新高 那所以這多頭很明顯 我也知道現在 在我們放假期間 你有沒有看到這新聞 來 FED 理事 說通膨停滯或轉生 有必要升息 各位又是來跟你講通膨的問題 FED 官員突然放音 今年可能不會降息 因為又是對通膨 那在放假廉價的時候 比較還是有在關心股市的朋友 一定會發現對美國股市 在這一天在星期四的時候 我們台灣時間禮拜四的晚上 突然大跌對不對 也就是因為這個通膨問題 那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我會在廉價前 開始跟你講通膨 因為很多的人 包括很多空投 對 很多空投老師 或看保守老師 他會不斷的跟你講通膨的問題 對不對 其實我早就知道他們想講什麼了 所以在廉價前我就特別提醒你 各位通膨你真的需要怕嗎 他們現在會用通膨來打擊你 來打擊各位的信心對不對 可是我就說你可以把這個問題問他 你可以問他2023年 到底全球股市 哪一國股市漲最多 各位答案很簡單對不對 阿根廷 這我在廉價前我就拿這個來講 為什麼是阿根廷漲最多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漲有多誇張 對 你沒有看錯 漲了350% 各位漲了350% 那為什麼漲那麼多 因為他們通膨世界第一 高達211% 我都講 其實通膨就是什麼 就是你貨幣沒有價值 所以相對於貨幣的股市指數 是不是很容易往上衝 所以我就說我們不是來探討 對 民生到底壓力大不大 我純粹才探討股市對不對 然後你看阿根廷通膨276% 對 人民窮到快窒息 但是我說唯一能讓這些人 有一個對喘息機會 就是把錢拿去投資股市對不對 我有講很清楚 如果你看到因為通膨你害怕 各位不要再怕了 不要再相信 再跟你講說通膨的時候 你要趕快賣股票 我搞不懂啊 通膨不就代表貨幣會越來越沒價值 那你為什麼要人家把股票賣掉 去換未來可能沒價值的貨幣呢 對不對 好 然後邏輯我都講得很清楚喔 所以我在說我廉價錢 為什麼要特別把這拿來說 不曉得是有目的的啊 我就講接下來會有很多人跟你講 來12號美國要公佈CPI 接下來可能又會通膨通膨如何如何 各位你自己回想看看 從去年的第四季到現在 每逢任何的關鍵的時間點 對不對 都會有人跟你講這個問題 都跟你講未來可能會通膨 當然是因為這一次在廉價 所以又有人會把這個問題拿出來跟你說 我說不必擔心啊 來看一下我測標 已經在四月 卡位520 對不對 你看廉價過完喔 你之前你廉價錢你害怕 我說你不要怕 抱著股票就對了 所以今天是不是在創下歷史新高 好 今天創下歷史新高 接下來會怎麼 我就說接下來題材 就會變成520 因為現在差不多就是差不多一個月 那520 所謂520行情 通常都會在一個月前開始做醞釀的 那我就講你想想看 我們當然經過一個大選 然後現在對 賴總統要上 那現在我講你以你自己來想 如果你是一個執政者 你會希望在你上任的時候 然後股市出現很大的動盪嗎 當然不會 所以我們客觀來講 我們以客觀的立場來講 現在一定會盡力的 讓這個股市是蓬勃的發展對不對 在這一個月各位 這一個月時間你就要好好把握 就像在3月的時候我跟你講 當時最重要的是3月是業績新主流 我說畫夢的季節結束 3月15號 對 3月15號之後 所有的年報都要公佈 所以接下來從年報中 我們就會發現業績的新主流 有沒有 這是我3月幫你調出來的對不對 那現在是4月了 4月接下來會怎麼走 來 注意在這邊 而我對4月行情很有信心 這是我在家族做分享 目前台股在2萬字上 最重要的三檔股票 注意一下 鴻海 台積電 聯發科 所以我們佈局的方向 也以這三檔股票為主 來 這是我在家族講的 各位你注意一下 家族就是你右下角看到 小老鼠綠曲588 對 歡迎加入 然後每天在6點鐘 對 下午6點 我會對盤氏的看法 以及指標股 我有什麼樣的解析 我會發在家族 4月份你要注意 就是我剛才講的 鴻海 台積電 聯發科 那你想想看 由這三檔股票帶動的行情 你覺得會小嗎 大家會說520就是政策 政策行情 所以要跟著政策走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目前台灣最有價值 最能讓保護台灣的是什麼樣的產業 其實我覺得 很多人會說什麼軍工 我覺得不是 台灣在世界上最有令人矚目的價值 就是AI產業 對不對 我們是不可或缺的供應鏈 所以我這樣講 很多人會說520行情接下來如何如何的 其實我覺得執政當局 到最後一定還是會顧到所謂的AI產業 很多人會說賴總統走到 去參訪到哪些公司哪些會漲 其實我覺得AI公司是跑不掉的 你看鴻海 大家注意一下 鴻海狂飆41% 偽創廣達會跟上嗎 各位你想想看鴻海 鴻海整個3月份 對 只有富裕老師跟你 不斷的一直跟你的推薦介紹 對 從底部起漲 還記得嗎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鴻海 是不是從3月4號開始往上轉強 富裕老師跟你講什麼 突破布林往上走 還記得我的口號嗎 突破布林開始往上走 突破布林之後 連鴻海這個大牛 對 都變成鬥牛 有沒有 各位整個3月份 是不是就是富裕老師一直不斷的跟你講 對嗎 其實你都印象非常的深刻對不對 還記得這些字卡嗎 來 鴻海150 抱著就跳舞 沒錯吧 重點在於鴻海105 對 你什麼時候買非常重要 鴻海105買的會跳舞 到150 對 創下這個波段的新高 抱著是不是就跳舞 各位你想想看整個3月份 最強的就是鴻海 好 那其實到目前為止 鴻海還是多頭 對 我覺得最指標的股票 各位你要密切注意 但是它會帶動嘛 我說你看是不是 偽創廣達會不會跟上 這是什麼 AI伺服器相關 對 AI 最重要 我一直講你這一波的布局 包括你從3月 對 接下來到了4月 你就往這個方向去布局就對了 AI相關題材 AI伺服器 這整個連動起來 你會發現近期很多的強勢股 對 都是這個族群 所以當你看到鴻海飆成這樣 有沒有看到我跟你講的 對 布林短波段的操作方式嘛 突破了這個布林 你有沒有看到突破這條黑線之後 開始就是往上噴出 對 大漲了將近快50% 其實這已經 鴻海已經漲超過50%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各位注意一下 今天就是今天 又在創下它的一個波段新高 雖然今天沒有大漲 但是你看它160了 已經一直墊高 我有講鴻海像這種股票 這指標股我覺得很棒 對 它不會漲停 很難漲停 但是它漲不停 而且它帶動了整個氣勢 非常非常的強烈 有沒有 對嘛 所以你從這個當中 你去找這個邏輯 你就可以挑選這個股票 那我們一樣是技術面操作的嘛 然後我說最棒的投資的 對 一般投資朋友們的投資方式 就是布林短波段 跟著我 來 記得 一買突破 二買拉回 三賣關鍵 最重要一買突破 非常非常的重要 鴻海 現在大家也知道 對 它很棒 對 它很好 對 在伺服器的佔比 全球 它是最高 40% 那這麼好的公司 各位 你想想看 來 今年的一二月 你會在這邊買嗎 不會啊 為什麼 因為還在軌道內啊 而且在這邊的時候 還沒有一個轉槍的跡象 我那時候都還不覺得它要突破不靈 真正突破不靈從3月4號開始 對不對 這個我一直跟各位講的嘛 3月4號開始轉槍 轉槍之後整個帶動上來 好 那你看現在很多股票 偽創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來 偽創你有沒有發現 它也從這邊來 你看 不靈開始出現摘口 摘口之後黃金交叉開始再做往上 為什麼不斷地一直做提醒 所謂不靈短波段的操作方式 我相信老觀眾都印象很深刻 12月20的時候我在這邊講 我那時候也講 這叫什麼 窄口黃金交叉 很多人是從這邊一路地抱下來 福利老師不是 我們是從這邊開始做買進的動作 對不對 各位 我會員 我的家族朋友 我的觀眾朋友 對 你看了一段期間了 我講的話你都可以做驗證 我們不是死報活報的 我們不是從這邊這樣一路抱抱 抱了好幾個月 抱這邊開始反彈 並不是 那我們在這邊做買進了之後 來這邊摘口 然後在這第一段 我們在這邊先做一趟賣出 對不對 我這時候都講得很清楚 我沒有賣最高 但是我們在這邊 超過短線有超過20% 我們在這邊先做一趟賣出的動作 等它整理完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福利老師是等它整理完 我們不是死報活報一路抱現在 我們在這邊再切入是3月26號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3月26號這邊再殺下來的時候 我們再做一趟承接的動作 對不對 我們已經再接回來了 節目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對不對 我們買了就是買了 好 買了之後你有沒有發現 開始轉強 開始往上 有沒有開始 開始突破布林 開始往上走 對 這些族群 AI伺服器 這些我認為這是最主流的股票 對不對 我講 你看看鴻海 台積電 聯發科 其實都是AI的相關 我說在2萬點之上 最重要三檔股票就是這三檔 它相關拉出去的 對 你可以想像看這些族群 你都要好好把握 好 AI伺服器動了 那我在上禮拜 對 我也跟各位講 AI伺服器動了 那你要注意機殼 還要注意散熱 對不對 3324的雙紅 對 這我在就是廉價前最後一天 我給我家族朋友講 其實我這邊講得比較清楚 當天節目其實我也有說過 我說一冷機櫃是未來的趨勢 其他最重要有六個關鍵的零件 當天我有講冷卻液分配裝置CDU 對 我這邊用這個打的這種字 給各位看得比較清楚 因為當天節目我是用默唸的 那你可能看不出每個字你可以現在看 然後過來有藝人版模組 機櫃 然後風扇牆 快接頭 分錫館 這你自己大概看一下 最重要就是記住這個CDU 最關鍵的CDU最貴也是技術核心 然後我當天已經跟我家族朋友講了 雙紅以有能力供應 我看好他繼續的往上衝 對不對 各位家族朋友 都可以幫我做個見證 雙紅來 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走的 來 今天繼續大漲 今天大漲將近8% 再創新高 這麼衝 為什麼 一樣嘛 你看在4月3號的時候 這件事已經突破布林開始了 有看一個窄口 有沒有 我那時候常常講這個你要好好記起來 很多強勢的標果 他往往都會出現像這樣子 就是突然一個窄口 然後開始往上 從收縮開始往上一個擴增 但我們佈局 我們佈局得更早 4月1號的時候 3.324的雙紅 目前成交719元 我們做個買進的一個動作 4月1號我們就做買進了 4月1號在這邊 來 在這邊 其實這時候我已經判斷 他這邊窄口之後很可能會打開 所以我們這邊做一個佈局 我們有時候 各位你要記得 突破布林往上走 當他突破的時候 你就其實已經很好確認了 但是有時候更厲害對不對 如果你跟副老師一樣厲害 其實有時候你可以先做一個預判 對 你可以判斷 他接下來很可能要突破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進場做買進了 對不對 他有提材 我就說這是主流的股票 那我接下來輪到散熱嘛 你看他大概整理了 將近快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你不要看短短這幾個 其實這樣也快一個月 那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我們在這邊再做買進 對 相較也比較安全 有時候整理震盪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是挺折磨人的 那當然我也希望 對 每次買完就立刻往上衝 但是有時候稍微震盪 那也請各位會議要多多一個單代 來注意一下 但是副老師的時間 我希望控制的不會太久 你看4月3號的時候 繼續往上創新高對不對 來 4月8號放完廉價 對 今天3324雙紅 繼續創新高 860元 對 副老師布局都是如此的 我就說你看 主軸很簡單嘛 你看4月行情各位人家要記得 先AI 你要記得就是AI 520行情不管人家跟你講什麼 對 什麼軍工什麼的 副老師都覺得那並不是真正的最主流 到最後 對 整個其實對台灣最有幫助的 還是AI產業 你要真的能夠所謂保護台灣 展現台灣價值 還是一樣 AI 對 AI之後三檔股票 記得鴻海 台積電 聯發科 然後這相關的再拉出去 你的佈局就很簡單 然後你佈局的時候 技術面的操作 記得就是布林短波段 記得一買突破 二買拉回 三買關鍵 一樣記得一買突破 非常非常的重要 突破轉強之後 才會有第一個動作 二買拉回 對 不是跌下來股票 很多股票這樣跌跌不休 不是叫你一路攤平 各位很多人搞錯二買拉回 是先要有1才會有2 你要有轉強的動作 接下來你看 當然雙紅明年也不一定 天天都會漲 有時候他也會震盪做拉回 震盪做拉回 來注意 我來看一下這檔股票 來這樣合作 你買突破的時候 在這邊 突破出去在這邊 短線急漲超過20% 這時候你不要追 短線急漲超過20% 它有時候震盪的時候 會非常非常劇烈 這時候你可以得到 拉回的時候 再做佈局嘛 對不對 富士老師有跟你講 來我們這邊 再可以再做買進 對 殺下來的時候再買進 那你開始慢慢 在月限制上開始做轉強 其實像這樣子的股票 合作 對 我都教 我之前都有講過 你看到鴻海開始大漲 那其實相關的也都會開始帶動 但是一樣記得技術面做操作 會逐漸擴散 而4月的行情 我非常非常的看好 我希望各位趕快把握最好佈局的時間 趕快跟著我一起做佈局 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陳東東古 楊老師 帶來父自由的夢想 富裕專線 0227525868 27525868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名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陈东同顾杨老师 引持成功三药益 简易戒律高效率 独创短铺段获利法 带您买在起张点 卖在转折点 让您掌握投资成功的方向 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 富裕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各位上段段节目最后 我讲你看双红今天 再创新高 连续大涨上来 注意你看一下双红这边 回月线强制整理之后 这边宅口从很宽开始收缩 各位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弧度 像这样子你可以好好去挑 很多的标股 好股票 当然我们是先从主流族群 我刚刚上半段已经跟各位讲 你4月份该怎么做布局 你可以把一些好股票 挑到自选里面 然后看到这种 开始出现像这样子的 你可以去做布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档 你看类似的一样 6273号一样是 上礼拜三 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时候 3月19号我们一买突破168 盘整7个交易日后 各位注意 创收盘新高187元 我认为即将突破整理区 接下来会继续的冲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就是上礼拜三的时候 有讲 来 还有在这边 今天是不是真的突破整理区 上礼拜三在这边 各位你看到这尾盘 其实它已经收盘收最高 虽然这边有123 三根上引线 常上引线 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 那个并不会改变 其实很多人一直讲 上引线会如何如何的 其实我觉得上引线 其实就只不过是一个震荡 尤其它如果出现在 刚起涨的位置 其实并不会那么的影响那么大 上引线比较容易有问题的是 起涨很多了 涨了很多了 涨了很多了 好几十%之后 然后突然一根长上引线 再搭一个大量 那时候会比较危险 不过你看看 各位你看一下它所处的位置 它是不是在这边也出现了一个 我刚刚讲了 这边从这边贷款很宽 然后收窄 然后出现黄金交叉 开始做往上 有没有 所以为什么我会讲 你看一买突破位置 是不是该选在这边 3月19号 对吧 3月19号嘛 是不是应该选在这边一买突破 各位这样你认同吗 一买突破 对吧 我不是随便的 跟你随便蹦出来说 我们有这张股票 那为什么我们要买 我也跟你讲了 隔天撒下来 我记得有那时候跟各位讲说 如何的二买拉回 对不对 二买拉回嘛 既然突破出去开始转强 才会有二买拉回的连续动作 二买拉回 对 在月线上强势整理 接下来开始往上冲 来往上冲 对不对 开始表态 这种你就要好好去掌握这机会 再创新高 对 这些股票都一样 我认为你看开始一直在做一个往上的动作 还有呢 刚刚我讲了 上半段的时候就是讲 台积电 红海 对不对 所以亚翔 有跟你讲了 对 一买突破 321 你看亚翔连续大涨上来 连续冲 一路冲 对 都是这样 操作模式其实都是一样 我们这个股票都是这样 分波段 一段一段地做 有没有 突破不灵 开始往上冲 对 还有呢 来 上礼拜有跟各位讲 来 星云 今天算下跌 各位 下跌很恐怖吗 我并不这样认为 一买突破 突破位置在这边 短线急涨 当然会有拉回的一个压力 它像星云短线急涨超过20% 那我们看一下 来 今天下跌4% 副老师讲二买 记得二买拉回 好股票 对 像这样子的主流股 我们技术面操作就是如此 我不会每天跟你讲涨停板 很多人是涨停板的播报机 但副老师不是 你要掌握好强势主流股 技术面的操作 尤其我认为4月份的行情 非常非常的棒 赢在4月 明天跟我一起一买突破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